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Jessica的Live Program At Work Liao天室 我們繼續有美容公關達人菲尼 嗨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講講90後的員工 菲尼克 你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員工 90後的員工都應該佔不少了 是的 因為這幾年請的 其實都不能避免都全部有90後來的 那你覺得他們有沒有什麼特徵 特徵?很聰明 聰明的方面是做事很快 學東西很聰明 很快就拿起東西 適應力也很強 但是90後就有很多不同的負面標籤 例如說經常請病假 甚至是Low Pay Leave 這些東西你有沒有見識過 其實應該說是這代90後的一批 我覺得是比較幸福一點的 可能沒有我們以前這麼多 夜夜這麼多負擔 所以他們比較懂得 享受一些work life balance 這是他們的要求 所以你說Low Pay Leave 如果相對我的年代 我會想他們是多了一些的 那些價錢是多了一些 或者上班準不準時 也都是少許的一個問題 就是比起我的年代 可能你叫我們社會 也說我們那時候真的有負擔 比較會緊張這份工作 是的 你會明知道他其實可能是因為work life balance 而申請假 批不批他呢?如果你明知道 其實都會看情況的 那其實你真的現在很多 很坦白說真的不是保持久的 那些夥計 那你這麼辛苦訓練他 你也想保持久一點 幫你久一點 是不是? 沒有可能這樣 讓他做一年半左右 拿走你的network 所以有時候自己也要平衡 那他幫到你之外 你自己也有些flexibility 要提供給他 但是當然不能讓他 去濫用我們給他的東西 就是要去work life balance 我們做事都有我們的平衡 嗯 那其實現在會不會 經營了公司這麼多年 會不會公司的policy 是有些不同了的呢? 因為90後 即多了90後的時候 會不會多了假 或者上班時間不是9至5 其實那個 都是那個flexibility 我覺得現在是90後 是蠻看待的 都蠻需要的 那你就相對地 有時候 他們會有些要求 有時候可能少少不舒服 會說 可能我今天不回公司 在家做事行不行 那有時候有些事情很急的時候 那我都 也期待他那天有些事情要交 那沒辦法之下 你也要給他 你也要給他在家做的 那當然有些事情不急 我會說你索性請假 是不是? 就是我會這樣 很久 其實我們這80後 70後 60後 都很追求這些flexibility 但是不敢說 是嗎? 我也不敢 我這個年代是完全沒有試過 是 其實 社會上一直都會說90後很不行 但是你又不是 你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老闆 不過其實 其實 之前 就會有60後70後 就說80後不行 那現在就好像到70後80後 會說90後不行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 不行 就看你說哪一方面 就是能力上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很嬌青 就是很聰明 學得很快 我剛才說過 思念力是很強的 他們學一年的課仔 我會覺得是 我以前訓練80年代的那些科技 他做一年的事情 已經可能去了 以前80後的1.5年 或者兩年的事情 我覺得他們很聰明 不知道是關哪些粉絲還是什麼 是真的聰明了很多 但是你說不行 我想是很多人 其實在標籤 就是target 是講他們的態度 對 我覺得是 以前曾經接觸的80後 我都會覺得他們可能很急攻近你 如果你說90後 可能還會比較激烈 有時候有些位 有些伙計很急去 想你分享一些網絡 我都會跟他們說 有時候去到某個地方 我都會跟他們說 咦? 你是不是想一年時間 拿了老闆二十年的網絡 有時候我都會很白地跟你說 我經常有時候的東西 機會一定會給你的 但是就不用這麼急 沒有理由 你想一年的課仔 去拿老闆二十年的東西 去拿完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 要有些耐性 機會是一定會給的 好 那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想重溫今天的節目 就可以上 Jessica的網頁 www.jessicahk.com 重溫花 好 其實 插 直接看 點心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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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